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431集 西大操场早就挤满了人 杨永红跑去找土木戏的大部队 夏小兰和307寝室的其他六个女生 则和系里同学顺利会师 307寝室的人员构成太杂 杨永红是土木系的 剩下的七个建筑系也不是同一个班 夏小兰的同班只有苏静 吕燕和周立民 他们都是建筑系八四届二班的 怎么班就四个女生 不 还有宁雪 至于为什么把宁雪分到了305寝室 苏静也搞不明白 反正不管怎么分配 三个班的女生都没办法完美塞到两间寝室 夏小兰没追着这问题不放 她和苏静三人总算见到了班上的男同学 大部分都是灰头土脸的真学霸 夏小兰看见一个穿短裤 下面是红袜子配凉鞋的哥们 她只能佩服对方的搭配很潮 然而二班的男生 推推嚷嚷半天 没有一个主动上来和女生说话的 苏静一翻白眼 各位同学 这都上大学了 你们要是能坚持五年不和女生说话 我也就服了 二班的男生好几个脸都红了 旁边有人哄笑 哄笑中带着羡慕 西大操场的灯都亮着呢 灯光下夏小兰整个人都像散发着盈盈的光 她漂亮到出乎建筑系二班男生们的想象 昨晚男生楼那边就有人在问夏小兰 那些已经不再腼腆的师兄们打听着叫夏小兰的心声 等夏小兰出现了 二班的男生们就全明白了 除了夏小兰 苏静三人也都不愁 苏静皮肤白 吕燕有对小虎牙和酒窝 周立敏皮肤微黑 却有着年轻女孩才有的光泽 四个女生都站在一起 让二班的男生主动说话 还是比较难的 戴老师来了 解救了尴尬的男同胞们 赶紧坐好 别抬着板凳上站着 我们班位置就在这里 女生们坐前面去 男生有没有意见 心声都是比较乖的 习惯性听老师的话 哪怕戴老师其实也算是学生 二班的人都坐在了位置上 夏小兰就在第一排 她感觉到了一些打亮的目光 倒没有什么恶意 不过是视线多在她脸上停留几秒 敢正大光明 一直盯着她看的人肯定不多 夏小兰这名字 感谢几个系师兄的加油宣传 好多人都知道了 还有同事问戴老师 坐最前头那个穿长裤的 就是你们班的夏小兰 听说报道那天 就把土木系的杜学峰给迷住了 现在可是大明人 这一届建筑系的新生 就她能和宁雪齐名了吧 戴老师擦擦额头的汗 你别跟着胡说八道 咱们清华是看脸的地方吗 一个新生靠脸长得好看 人尽皆知 并不是特别值得夸耀的呀 能考上华清的学生 脑子不笨 可要是每天身边都围绕着一群 荷尔蒙过盛的男生 夏小兰在华清期间 还能正常学习吗 戴老师虽然觉得 像夏小兰这样娇滴滴的女生 可能在建筑系待不了太久 但华清有那么多专业 戴老师还是希望夏小兰 在校期间学有所获 至于宁雪 宁雪是不同的 戴老师脑门子上的汗 越发如泉涌 系里把宁雪分在二班 她是既高兴 也感觉到压力 建筑专业这方面 她是不太懂 她能管的 就是这班学生的生活方面 宁艳凡先生 声名赫赫 作为她的亲孙女儿 宁雪小小年纪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那到底服不服管教呀 还有一下小兰 戴老师愁呀 她有个直觉 这两个女生被分在同一班 一定会有个高下之争 天之娇女嘛 有占了才华的 有占了美貌的 都在华清这个高平台上 戴老师一点也不高兴 她当班主任就是兼职 自己还没博士毕业呢 如果二班的学生 能省点心 戴老师就谢天谢地了 开学典礼开始 一开始是领导讲话 校党委书记和校长 都讲了半小时 两位领导讲的话 都很官方 校长用词要风趣些 夏小兰努力打起精神 她在第一排呢 要是睡着了可不太好 终于 几个领导轮番说了一通 表达了华清 对这一届本科生 和研究生的欢迎 轮到了新生代表 上台致辞 一个女生 个子挺高 以夏小兰的眼睛目测 她不会低于一米六八 剪着奇耳短发 穿一件红格子 白底的连衣裙 也没有拿演讲稿 就上台了 多么漂亮说不上 起码比夏小兰是不如的 宁雪和夏小兰 不是同一个风格 但就是自信 这自信可能来自于 她胸前华清大学的校徽 可能来自 她家学渊源的家世 她那个被称作 华国建筑大师的爷爷 宁艳凡 也可能是 宁雪全国第一的高考成绩 她在高中时 获得的认可 一个人在他人心中的形象 是没办法剥离外在因素的 单纯只展现本质的 不管是长相 成绩 家世 还是取得的认可 这些因素加起来 就组成了今天 自信的宁雪 夏小兰都要感叹 这样的女孩 才是真的被命运眷顾的 会投胎 自己也够努力 老天爷真是上饭吃 当然 她也不会妄伺菲薄 她考进了华清 不就是为了 见识优秀的人 把自己也变得更优秀吗 各位同学晚上好 我是宁雪 和你们一样 在今年成为了华清的一名新生 宁雪的声音 一点都不甜美 她长相也不甜美 一开口 夏小兰这个理工科的脑子 忽然冒出了一句 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 五月的天山 仍然是满山飘雪 只有凛冽的寒气 根本看不见一点花草 这是天山雪 是个很高冷的女雪霸 夏小兰在看宁雪 宁雪也在看她 因为经历过很多类似的场合 宁雪知道如何让视线更自然 夏小兰是长得好看 可依然只能乖乖坐在下面 听她说话 八四届的所有新生中 宁雪已经在建筑学领域 占了优势 长得好看与否 对宁雪来说 并不重要 一张漂亮的脸蛋 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建筑奖杯 宁雪讲话的时候 所有新生都顾不上去偷看夏小兰 天之娇女的气度 跨越了外貌的吸引 让人折服 唯有一个男生 对宁雪讲的东西没有兴趣 事实上 她在考虑自己在华清上大学的决定是否正确 国内的高校氛围和国外还是有所不同的 男生的视线落在了夏小兰身上 她推了推身边的同学 这就是你们说的新校花 同学看她的眼神全是质疑 这种时候 你那么不好好听宁雪同学发言 看什么新校花